尽量少出恶言 叫收口液 口出恶言这个东西 它会让你当时一时爽 感觉好像你情绪找了个出口 但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你在出恶言恶语的时候 第一你伤害的是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在科学上来说 你动气就伤肝 特别容易让肝产生炎症 像我说的身体摔老 是因为核心是因为炎症 第二你说出的那个恶言 它并不是只是这一刹那 你说完了 对方听了这事结束 它是真的会产生一个因果的 是你遇到每一个刺激 当你情况你不满 你都要去骂街 就你都要去出这个恶言的时候 你环顾四周 你发现你周围没有朋友 你甚至你周围没有亲人 那不是因为你的命运坎坷 世道不过 那是因为你自己作的 如果有一个人 每次我经常会在外边的时候 我看见了好多小孩 各个年纪的都有 但一般都是小学生 我看了那种 张口就是他们之间交流 张口就会带着三字经 我听着会很不爽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小的小孩就这样 后来我一想过小时候也这样 你那时候没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 你会觉得就是我的魔法大人 我很man 我想成熟那种在表现 我现在在看抛戏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我抛除我的 对他的不满 或者他家庭教育怎么教育 我在想的时候 我说我小时候真的已经 那我为什么小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慢慢的 你真的就这句话 小时候竟是我自己 你在说恶言恶语 包括你在几狠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就给自己喝下了一瓶毒药 这个毒药它是一个慢性的毒药 最简单的一点 你喝下去以后 它会伤害你的五脏六腑 你会动气 而你现在说下的这些恶言 会让周围人对你产生一个素质很低 就像我在看那些小孩的时候 缺乏家教 以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最起码我觉得这三点 普通人跟你一样的可能 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如果你想要跟更优秀的 更好的人在交往的时候 如果他们看到你身上有这三个品行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不会愿意帮助你 他也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 但我不是说这句话 就是说你说话必须得干净 特别温温尔雅不是 我经常什么他妈的什么这些东西 这都没有问题 这都没有问题 这是口头禅 我说的恶言恶语是什么 是你不要出口就伤人 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减少自己出口伤人的这个次数 但我依然有 因为它是一个 真的是很久的一个行为 但我现在会尽量的去减少这些 真的最后你什么都没收获 完了你 你就是可能很孤独 是你